各位 中时光我们今天讲 我们是亨达独顾研究团队 今天是2019年1月18号礼拜五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旁观看影音 那台股今天上涨了46点 那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到 新闻每天都会给你很多的干扰 包括在盘前你看到 台积的法说会 看淡手机的营运 包括外资调降了台积电的目标价 大家都认为台股今天要崩盘了 那你看新闻的操作 市场的走势 完完全全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那你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有用的讯息 这是我们在盘前 给赖好朋友提到的 台积法说市场解读是利空不跌 而且认为Q1就是最坏的状况 那Q1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台股相对的底点 这是我在会员英 告诉会员朋友 包括台股今年的操作区间在哪里 会员朋友非常清楚 那你必须要反市场心理 大家都非常的看空 那年前呢目前都是在走一个资金的撤出 融资在减少 那大家保守都在做当充 那越是这样你越要反市场心理 你必须要在年前布局 这个我们有讲一段时间 所以投资配合你需要的是有用的资讯 而不是去看新闻去做股票 新闻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你看我节目 我们在1月10号提供数据告诉你 技术面的结构 转座有利 你的资金不要乱做 而且在14号下跌的时候 我仍然告诉你 是看多不便的 YouTube你可以去找 那16号我告诉你 多头股票加速跟空头股票加速 正式黄金交叉 这个也是在LINE AD上面 我们跟LINE好朋友做分享的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待会有没有的布局获利数字 非常的不错 那1月4号这段时间 最恐慌的时候台股破底 当天大家跟你谈什么 大家跟你谈指数 这个地方形成背离 然后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背离没有用 谈指数也没有帮助 重点是你要怎么做 那我们会员朋友知道 目前资金主流在网通 这相关5G的部分 这是在破底那天 你会看得到 这个地方都有日期 主流资金在这个地方 所以背离你要买什么 就是买网通 但是到现在 5G概念股都涨得很高了 人人都给你喊 这个5G是主流了 那你才相信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 所以谈指数没有帮助 包括现在 包括最近的节目 大家热门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大家都跟你讲 量能不足千亿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这个季线站上去 量能不是千亿以上站上去 是无效的 所以叫你看空 叫你要保守 不能买股票 同事朋友 过年之前量本来就是缩的 所以会跟你讲这些看空言论 叫你保守的人 这群人很有可能是这六个字 看不懂 或者是没方法 但是我们带会员朋友的操作呢 你看得到 破例数字是持续性上升 这些对账单 都是有连续性 而且我们是控制档数去做操作 所以谈指数真的没有帮助 重点是 你现在要怎么做 才是重要的 那这是我们给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 你看得到 符合买进讯号 我们提供的一个数据的图片给会员 告诉会员朋友让获利奔跑 这两股票 在昨天都是震荡拉回 那如果前天你觉得赚这个钱够了 然后昨天震荡你摇摆了 其实这个获利数字 你是没办法持续性上升的 所以做股票不要这么短 现在很多人都做当冲 很多股票都受当冲影响 包括哪些股票 有问题 LINE ART上面1月14号盘中 在这个地方11点37分 我传送了6488环球金的图告诉你 这个地方你要小心 那绝对不是当天下跌才告诉你 而是在这个1月14号上周之前 有来见诊的 我们都有建议环球金的 1月11号的礼拜五节目 都有告诉你环球金在这个地方 你有来见诊的 我们都有建议你价位 包括当天为什么不适合追股票 你都知道 很多股票都呈现沙尾盘 现在就是这些股票当冲热门 筹码非常的乱 所以1月14号盘中这个地方 LINE ART好朋友你知道 2007块这个地方你有机会去做调整 当天是杀低的 那今天的环球金已经剩下263块钱 目前的趋势都是在空方 所以都是朋友 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一档股票它的趋势 你看了要知道能不能买 这个地方都是翻成绿色的 基本上是不能买进的 包括最近的一个趋势都持续性转落 这里有稍微转强 但是为什么不能买 我们反而是建议出 所以个股的部分 你要知道信用筹码 这都是在LINE ART上面 你都可以知道的事情 5457的宣德 昨天打到跌停板 有人来见证的 那请问这段股票 趋势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翻空 所以今天谈上来了 投资朋友 趋势很重要 那谈上来你还是要非常小心 我这股票毕竟 涨的比较多 那涨幅这么多 你在哪个价位 需要去做调整 你都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协助 所以会员影音体验 包括你来填表见证的部分 老师都在影音里面 亲自问你做解答的 14号告诉你的大疆 在这个地方 当时盘中 这是11点10分 盘中就录制了 所以你当天来见证的 大疆491块钱 我怎么建议你的 后续是连续性下跌 这个地方我们告诉你 他的走势大概会怎么样 结果是验证 那大疆的部分 你持有的 你都可以透过填表 包括你现在手头上 有股票问题的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 这地方的箭头 点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你可以来填写这个表单 体验我们的会影音 同时 见诊股票的部分 我们都会亲自协助你 透过系统 会告诉你 这张股票 目前的多空趋势 很多股票 我们其实在节目上 持续性的提醒投资朋友 不管是瓶盖股 10月份的影音 就已经告诉观众朋友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瓶盖股的部分 10月18号告诉你 可曾 你已经得到验证 跌下去 弹上来 都有提醒你去做调整 在这个地方提醒的时候 300多块钱 弹上来300多块一样的位置 再告诉你一次 做多瓶盖股要很小心 包括GIS更早 在200块钱那附近 就已经提醒你 毛利跟获利下调 这个都是在节目上 9月份就告诉你 那你一直到了 10月3号 当时的利空消息出来了 中国大陆 要禁用这个 苹果 包括销售 皮洛 中美贸易战 你看到利空的时候 才要砍股票吗 我们跟当时在节目上 告诉你 其实利空已经反应了 包括在1月9号告诉你 苹果的指标股大力光 在这个地方趋势翻多 YouTube节目都是告诉大家的 到今天大力光 已经是3785块钱 突破了一个波段新高 12月份的高点都已经过了 告诉你讯号翻多的时候 盘中在这个地方 3300多块钱 你看节目的 你有资金实力的 你在这个地方去买大力光 到现在的价差 一张呢 基本上是40几万 才几天的时间 从1月9号告诉你 今天是1月18号 短短一个多礼拜 那这个钱你赚得到 你看节目都知道 我们告诉你趋势 告诉你系统 有依据的告诉你 那瓶盖股 我是提醒观众朋友 产业的成长性是持平 或者是下滑 这个地方带上来 很多股票你要调整 你资金要放到今年 甚至明年 未来几年成长性是向上的产业 而不是放在瓶盖股上面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在YouTube上面 叠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叠选闹钟 那你才会收到我们上传影片通知 同时也帮我按赞按分享 让你更多的朋友了解股市 正确操作观念 你可以加入LINE的好朋友 利用LINE的ID搜寻 小老学圈DEC 或者是扫描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 传送贴图才算加入好友完成 我们每周都会提供给你信用筹码 疑虑名单 7月1号告诉你 国具信用筹码 是有疑虑的第一名 这是LINE的好朋友知道的 你知道之后 隔天7月2号 国具工赏厅 在隔天 国具创高1310 其实你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去调整 因为国具你已经事先知道 信用筹码有疑虑有问题 LINE的好朋友都有带你做批开 包括最新的信用筹码疑虑名单 都在LINE的主页上面 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观看 那今天LINE好朋友给大家的讯息 提到台股趋势多方 建议年前布局 台积电的解读 这都是提前跟大家讲 涨价概念股的环球性提醒 都是讲在田面 那很多人资金不多 没办法参加投股 那我们的一个系统会员 大家也跟大家去做说明 重点在于筹措不前 那犹豫不决的是普遍大家的一个特性 你真的只有透过改变 才能够脱离二八法则 现在台股的主流非常的明确 大家现在都是看空 然后年前去做退场 那年后涨上去这些钱都是被嘎空手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改变 而不是要跟大众一样 那农历年前我们认为主流很明确 我们开始陆续去做布局 那既有持有的股票 获利就让它继续性的奔跑 所以有依据有集中 你才可以持续性的赚钱 包括我们给会员朋友的讯息 你看到有图有文 是非常清楚明确 该做什么事情 会员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很多股票都是持续性跟你做验证 我们系统的资料 12月11号YouTuber 都是有提供证据的 告诉你风翔这档股票 会员朋友第一时间知道 它有符合讯号翻多 依据在这个地方 昨天也告诉你 是不是12月10号 这个你都对得起来 12月10号翻多讯号到这个地方 已经涨到130几块钱 所以100块以下的风翔你不买 很多人是在130台下去追风翔 1月8号告诉你的雅光 会员朋友在盘中知道 67块1 当天YouTube节目 我们也是直接跟大家讲的 雅光的部分到昨天 已经到76块钱 今天盘中的部分 也是到76块 67块你知道到76块 价差多少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包括力旺 1月11号YouTube节目 也是直接跟你分享的 讯号翻多转墙 当时收盘 盘中的部分 是在261这个地方 收盘呢 你可以看一下 到最近 1月16号 最高187 今天是280 这个价差 投资朋友 你也是持续性的验证 1月15号告诉你的 值得 系统的依据 压缩之后的转墙 第一根 在这里趋势转墙 有马性讯号 这个地方就是个启动点 盘中知道 有通知会员 很可惜 没买到 也是老实跟观众朋友讲 15号节目都跟你讲了 83块半 建议会员朋友买 这个地方去定价 对时对价 没有成交 就是没有成交 今天的值得 你也可以得到验证 最高91块5 所以83块做这个地方 买进的话 如果有机会成交 也是10% 这些投资朋友 都是提供证据给你的 14号告诉你的 盘中会员专区 你自己对时对价 我们提供给会员朋友的股票 都是每个交易日的时段里面 一个时间一个时间 去提供给会员朋友符合的股票 泰鼎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12点多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是我会员 你当天12点多知道 在这个地方 36块8以下 你有机会去买泰鼎 当天攻上涨停板 到今天的泰鼎 已经是41点上午了 我没有请投资朋友去追 而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你第一时间就要知道 那很多人在节目上 跟你分析指数点位 你要注意某个点位 有没有守 这些的对交易都没有帮助 问题是怎么做 你盘中导航知道可以做 那你重点要做什么 你有没有股票名单 15号跟你分享的拓凯 节目上是不是有告诉你拓凯 如果说你是我会员 9点25分这个地方 你知道拓凯 你可不去买新拓凯 当天你应该有机会去做买新 而且是收到相对高 当天收115 到昨天攻上涨停板129 今天是继续性的上涨 所以第一时间你要知道 然后去做买新 所以投资朋友千万要觉醒 不要看节目去追高 一定有风险 15号告诉你的 前满营的系统会员 正式成军 透过盘中导航 包括系统符合的股票 提供给投资朋友 那这个一个方式呢 就是缺乏系统交易的一个投资人 你可以自己进出的 你可以看盘的 那包括你不能看盘的 这个系统也适合你 因为我们的选股 已经帮大家经过一些筛选 技术筹码面 包括基本面的过滤 这些股票都有续航力 你都得到验证的 包括盘中的导航 可以提高出手的胜率 这个是前满营系统的服务方式 我们会传送这个 符合的股票清单给你 包括盘中系统导航 如同这个讯息 你看到 我们会告诉你 今天应该采取低接 还是你要积极去做 这个就是前满营系统的一个服务方式 我们是透过手机APP 发送讯息给你 你每天少犯错 长期差多少 很多人在网路上教学 教你如何当充 那你买软体 很多股票涨上去 系统都会是翻多的 但是翻多你会知道 当天适合追股票吗 你必须透过盘中导航 这是在节目上 都有跟大家讲的 你买选股软体 没有用 重点是这四个字 如何实战 27号盘中导航知道卖压高 其实是不能追股票 会员知道 所以你看股票 冲上去翻多了 你买软体翻多了 程式单进来了 你去追进去的结果是 向下走了 但是呢 你买软体 那个胜率如何再提高 你还是透过盘中导航很重要 这是昨天告诉这个投资朋友 给会员朋友的call讯 我建议会员朋友操作不要追加 尽量10点过后去买股票 这是昨天的讯息 昨天是不是刚好跌到10点之后 就指稳了 慢慢的收敛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 台股多空结构已改善 建议不要做这么短线 所以到昨天我们都没有看空台股 昨天你知道卖压高 很多热门股 你不要去追 开高去追 昨天就一根点音板 所以透过盘通导航可以让你冷静 透过盘通导航可以让你战胜恐惧 尤其在1月4号当天破底的时候 买盘很强 卖压很轻 这是告诉会员的 建议会员朋友要忍住才会成为赢家 所以1月4号有忍住 1月9号才会有股票可以卖在相对不错的位置 当天的联雅 节目上也跟大家讲了 所以对时对价对账单 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一个真实性的交易 所以买软体要上得了战场 且满营的系统会员可以帮助你 面面俱到的独家操盘方法 透过盘通导航协助你 然后卖相系统化依据操作 千万不要再贫感觉 有预告有证据 这才是真实的交易 投资朋友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做改变 你认为年前应该去布局股票 那有系统化操作才可以帮你掌握行情 如果你要购买前满营的服务 你在填表 在看影片下方这地方 有前满营系统申请的连结 你点选这个连结 填表之后 我们会协助你尽快帮你做开通 价格也写在上面了 如果你觉得很合理 那你也相信我们的人品 那你可以再填这个表单 前满营的部分 如果说你不是用手机看这个影片的 你可以定格什么这个标签 也可以连到表单的部分 透过盘通导航的一个部分 才可以真正提高你的胜率 要不然你买软体 永远去追高 也是没有帮助的 前进金珠年 我们目前有个线上课程 在农历年前之前 你参加我的 包括这个系统会员都是一样 那旧的会员 我们这个部分的课程都是免费 所以年后驾驶新技术 你透过年前加入我们 赶快在过年期间 跟上这个学习的课程 过年之后 立即的掌握行情 我们前进大学是会员专属 符合这些持股 每天用筹码软体做追踪 盘中的部分 符合股票提供给会员 简讯通知会员做进出 邀请来电掐取我们服务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谢谢